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又再跟朋友们见面了 今天是2019年的12月4号 那么今天呢,我将跟大家谈一谈 中共针对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所采取的报复措施 如果朋友们你喜欢 欢迎订阅陈光诚CGCTV的YouTube频道 别忘了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收到我的每一期的YouTube视频了 好,那么继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 没有几天 美国总统川普就签署了这个法案 使其变成了美国法律 那么川普签字不久 不到一个星期 面对全球各界各个地方的这种爱好和平 自由民主宪政法制人权的这些人的欢呼庆祝 纷纷纷称赞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这样一个状况下 中共 终于按捺不住 做出了决定 那么他通过这个中共的外交部 华春莹之口 表示 就是就美国通过香港的人权法案要对美国进行报复 具体报复的内容呢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看到了 禁止美军的这个军舰军机到香港修着这个申请的批准 然后呢 还对美国的一些NGO 也叫这个非政府组织或者是民间组织 进行禁止 这些民间组织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美国国际民主协会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 人权观察 自由之家等 所以呢 中共的这个做法 看起来是煞有介事啊 好像是 这个 很有底气啊 但是你仔细的分析或者仔细的观察 你就会发现呢 其实 中共所做这些呢 全都是无地方式 几乎是毫无作用的 首先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 他禁止 上述所提到的民间机构 那么 事实上 这些民间机构 中共从来没有允许他们在 这个中共管辖的内地 内陆 开展过工作 大家可想而知 中共 禁止一个从来在他的之下没有开展过工作的这样的机构 到底 除了 欺骗 每天被他圈在墙内 只能 或者只会通过中共的喉舌 和媒体来获取一些信息被他洗脑的这些 那部分民众 除了对他们进行欺骗愚弄之外 还有什么意义 对吧 你说你管不着的地方的一些民间机构 你去禁止他你怎么禁止 这不是无地放尸吗 这不是这能有什么作用 对吧 本来你就 这并不是说 哦原来在你的工作 你允许他在这开设 这个办公室 你现在停止了 收走他们的营业执照 把他们赶走 完全不这么回事 本来人家在这就没有业务 你禁止什么 所以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真 还挺厉害的 中共厉害了我的国 是吧 可是事实上 一点奉用都没有 那么 在这 中共禁止美军的军舰 军机到香港休整 去拒绝 进一步审批 那么我们想要知道 你已经审批了多少 如果今年快过去了 明年的都已经审批完的话 你以后的审批有多大意义 说不定到以后审批的那个时间 中共都不存在了 所以这个本身也没意义 当然这是话题又扯开了一点 再者说 香港成为国际 好多国家扩船 军舰 飞机 停靠修整 补给的这样一个城市 一个都市 是由香港 这种国际 金融城市的地位决定的 这个从英国治下 那个时候就早已经开始了 并不是说 中共 在香港回归以后 又让香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能力 或者一个条件 所以 在这一点上 中共你别忘了 在一国两制之下 香港 和你控制的内地 和在你魔爪之下的任何一个地方 有着根本的区别 再者说 这是国际舰艇 要好 飞机要好 并不是说非得停靠香港 不可 并不是说非得离开那个地方 就不行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完全是由香港的 这个金融城市地位决定 所以呢 这个 我看有网友说 谁使东方民族黯然失色 谁能使香港的东方民族重放异财 我看前者就是中共 后者还得靠国际社会 那么 既然 中共如此的小人行事 我想呢 去建议国际社会 尤其是美国 以后不到香港休整 可以选择到台湾的高雄港去休整 为什么非到香港 对吧 到台湾高雄港去休整不更好吗 或者是台湾的其他什么港口 直接去停靠休整 并且我还建议美国 包括其他的民主国家 要和中华民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保持更加密切的往来 包括军方在内 要随时进行接触 互通有无 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 你何必太在意中共的感受呢 以后美国的海军也不必在绕到台湾东部的海域去日本的军事基地 直接通过台湾海峡去日本基地就可以了 180公里宽的这个国际航道足够任何的一种舰船通过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何必还绕到呢 对吧 而且我们也看到在2007年11月的时候 美国小英号航空母舰群不就是这样通过的吗 我想这个事情大家可能都记得 当时中共已经答应小英号航空母舰到香港停靠休整 可是当航空母舰靠近香港以后 中共又突然反悔 说不允许他们到香港去补给 结果很多小英号航空母舰群里的官兵的家属都已经飞到香港 等着跟他们见面 结果就没办法 就不得不改到其他地方 然后这个航空母舰群掉头时间没有几十分钟 中共又通过这个无耻不向他们发出消息说 从人造的角度考虑 允许你们这个重回香港来停靠不及 你允许人家还不回来了呢 所以大家可能都记得那一次小英号 就是直接通过台湾海峡到日本去休整不及的 那么这个是远的一个例子 那放行远的说近的 就在今年三月下旬 美国的一艘驱逐舰 和一艘海警船 不也通过了台湾海峡吗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艘驱逐舰叫 柯迪斯 威尔号 那么实际上 国际社会考虑中共的感受 尽可能的 很少通过台湾海峡可以避免刺激中共 并不是说怕你 并不是说这个地方不可以走 事实上那是一个国际航道 没有人可以阻止 那你如果中共继续向小人行事 可以啊 那我觉得美军以后 没有必要考虑中共的感受 直接通过台湾海峡 你中共为之奈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共你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 你并不是 让国际社会非常惧怕的一个怪物 之所以这些年来 美国的随意政策 让你给了你一些机会 希望你变好 希望你走人路 可是你非得走邪路不可 用中国的话说叫牵着不走 打字倒退 中国有句话叫小人难养 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 尤其是美国 没有必要太在意 与一群流氓构成的政权 与一群劫匪组成的团体 保持良好的关系 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从目前中共的反应来看 如果大家不再姑息中共 在国际大型式的这种转向的情况下 中共也没有多少牌好打 也没有什么招可出 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对于邪恶 就应该站起来说不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直播再会 陈光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祝大家健康愉快 See you next time